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有大智慧的人能够了解自己和了解别人的心态 你就能救度众生啊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也知道别人的想法 这就叫大智慧 所以菩萨了知三界为行 三界为行 都是万法为事 不管学什么法 不管做什么事情 实际上都是你的意识在起作用 你认为这件事情我可以去做 你去做了 你认为我要学佛 我能用学佛来改变我自己的身体状态 那你这个意识在你心中了 那你就好好去做 万法为事 所以不会被一些物质的东西所迷惑 很多的医生 很多的医生 这个东西好了 哎呀 那个人的医生 所以我们人 菩萨叫我们不要被物质 人间的物质所迷惑 不要被环境所转 环境变了 你也转了 大家都这样了 你也这样 那你这个人就是完全被环境所控制 所以 一个人 我们不管 对什么事情 要懂得 啊 菩萨处物私造 什么意思 就是菩萨处 就是接触 所有的事物 私造 就是马上可以造建 他的五蕴皆空 马上就能理解这件事情 叫菩萨处物私造 声闻怕静媚心 也就是说声闻秤的 啊 比较小根 智人 他不知道心 法 两空 实际上 心到了最后 也是空的 法 到了最后 他也是空的 所以心 法 两空啊 师父给你们讲的 再仔细一点 心 你想了 你想想看你到今天为止 你从小想的多少事情 你想过的多少事情都是白想的 空想的都是妄想的 我们小时候想了很多事情 大起来我要成为怎么样 大起来我要成为怎么样 想过多少 全是空想 我们小时候有多少物质啊 哎呀 我能够得到这个奖状就好了 我得到那个奖状就好了 全部都是空的 所以心境啊 他实际上 良心的心和环境 他永远是对立的 因为你心中想的什么 环境不一定是顺着你的 所以心境对立 你想干什么 他不顺着你 你想做什么 他不能理解你 你就是跟一个人接触 你想说服他 他就是不理解你 所以 我们对外环境 我们怎么样 来克制自己 因为心境对立之后 所产生的恐惧啊 忧患啊 喜乐啊 我们人 对不理解的人 我们会产生一种愤怒 有的时候 还会产生一种愚昧的心 因为觉得 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 这是一个做不好的事情 所以我们不能找到 怎么样救度众生的一个要点 因为我们的心和环境 成了对立面 所以我们说 真正的空 就是心法两空 心境两空 什么事情都要真的放下 所以 佛法里边告诉我们 物者日用无声 迷人现前 革佛 这意思就是告诉我们 开悟的人啊 他每天的智慧 他每天的日用无声 就是他每一天用智慧来生活 他不会生出烦恼的 你看没有智慧的人 天天烦恼 缠绕着他 迷人现前革佛 什么意思啊 迷惑之人啊 你在菩萨面前 你也看不见菩萨 你就是在佛法面前 你不知道这是菩萨 还是这是佛法 就像隔开了佛一样 所以很多人 明明找到了这么好的法门 找到了这么好的佛法 但是他却不好好修啊 他就远离了佛法 所以了之万法皆空 一切就都是佛性的变现 当你知道这些 你的心却无挂碍 你的心才能破除心中的迷雾 和存物 那么这样你的心中就会慢慢的无四项 我们说能够远离四项 你就远离了障碍和挂碍 所以你才能见到真佛 你心中本性当中的佛 才能慢慢的在你修行当中 慢慢的显现出来 你才能用你的人间的心 修成和佛一样的境界 那就是佛教界经常讲的 心佛合一啊 今天呢 跟大家呢 稍微讲得深一点 讲得深一点 因为呢 这个佛法啊 要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只有用佛法来解开你心中的烦恼 那你就开始进入了般若智慧中 如果你学了半天的佛 还是天天迷惑颠倒 想不开道不明的忧伤 你就是远离了般若智慧 所以佛法里边有禅定 我们经常说你要路禅定而心不散乱 禅定是什么 你把思维集中在某一点上 你们看师父 我吃饭我就很开心 我做一件事情我就很开心 我当时其他的都可以忘记 而我们现在的人修行 念经的时候我们想到要吃饭 要睡觉 睡觉的时候 哎呀我今天还没念经呢 总是散乱的心 一个真正的解脱的修行者 他要明白 要觉醒 觉醒就是觉悟和醒过来 菩萨把我们人在人间的很多的想法认为都在睡觉 没有觉悟 没有醒过来 师父曾经跟你们讲过 师父像一个闹钟啊 每天让你们早早的起来 叫你们好好的念经 再唤醒你们心中的佛性啊 希望你们变得越来越慈悲 越来越能够为别人想 不要整天 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 而解脱不了 想着都是自己的事情 所以这样你才能增加禅定的能力 你怎么能够禅定呢 因为你要专注精神方面的统一 而不散乱 靠的是你一种禅定心 那么这种禅定心 在禅宗里边怎么来的 首先要去除妄念 也就是要集中你心中的力量 也就是说我今天要开始念经了 我要开始禅定了 我要把所有其他的杂念 全部忘掉 去除杂念 然后集中我的心力 因为心中有力量 当你发出怨力 发出一种心力的时候 你心事会转换成一种力量 心事就是心力的意识 举个简单例子 你家里出事 你心想 我今天求菩萨保佑 我用全部的心力 我来求菩萨 菩萨一定会保佑的 这个时候你求的时候 心力集中 意念非常的集中 你的心里的意识 你的心里的意识 认为佛菩萨 一定会救我们家里的人的 这个时候你的心 会产生一种巨大的力量 你才能解脱世间的烦恼 这个时候你的心中 会产生会产生一种圣果 圣人的圣 果实的果 所以很多人做禅也好 说我禅修禅定 你没有力量 你没有能力 你坐在那里 只能打瞌睡 那叫昏城大定 你录定了 录得昏城大定 你一坐下来就要睡觉 很多人一念经 就睡着了 当然有人问说 师父啊 我一念经就睡着了 好不好 我说总比 脑子杂念横飞好 但是如果你能集中 你的精力 好好的念经 你的力量 心力就不会涣散 所以如果你心力集中 能够完全 解脱世间的烦恼 你会引发内心的 大能和智慧的 一个人如果心力集中 坐在那里 求一件事情 你的能量无限 那种智慧和你的 巨大的能量体 我们说正能量 全部都会出来 全部都会出来 所以用现代话讲 就是这叫专注力 你们想想看 一个人专注一件事情 是不是能够成功 一个人对这件事情 没有专注力 你就不能成功 所以去除妄念 靠自己的专注力 和自己的觉醒能力 那么在佛教界是说 你如果能够去除妄念 你能够有 去除妄念的能力 而且你能觉醒了 你就是佛教界 讲的叫定觉知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 白话佛法 就是让你们先理解 然后告诉你们 人要定得下来 你才能有觉悟 你禅定 你禅坐得下来 你才会有定力 你才能有这个智慧 我们学博人 想要求自己 能够做一个解脱的人 要学会觉醒 要增长内心 对外界的刺激的承受力 因为我们每天 内心对的外源 都会刺激自己 今天的感情受伤了 今天的语言受伤了 今天的别人的行为 让你的内心受到了刺激 而让你痛苦不堪 苦恼 你反映出来的 那是一种散乱 和一种心事的丢失 因为你妄念士气了 怎么办呢 他这么恨我 怎么办呢 我要反扑啊 我要对他进行 正面的交锋 还是在背后 怎么搞他呀 你的心就会散乱 就会引起你的苦恼 而且你在思维当中 想去报复 想去做某一件事情 只要在你意识当中 成为一个焦点 你很快的 就会心智上师 因为你害怕 因为你害怕 所以你要懂得 然后你又是害怕 然后你害怕之后 你害怕之后 你最后还是没有 为什么 你被别人抱了 远远相抱 到了最后 结束了 还是以别人 报应给你 或者你报应给别人 为解脱 这个解脱 那是虚妄的 那是暂时的一种 好像我战胜 他的一种快乐 实际上是人间的 一种烦恼 当时的环境 让你能够得到一种 暂时的舒缓 心理的舒缓 所以师父要你们知道 在世间的一切物质 你所用的一切手法 无论是物质现象 或者是一种精神上的 那么在物质现象当中 佛法就把它称为色法 如果你在精神现象 你恨别人 跟别人做争斗 其实这就是叫心法 心法一个是色法 所以都是留不住的 你的意念会留不住 你和别人的争斗 也会失去 别人对你好 对你不好 都会失去 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切都是不永恒 不常住 因为所有的色法 和我们的心法 它都是性体本空的 都是空的 你心里想的是空的 你物质上去做的 最后得到的也是空的 所以叫四大皆空 所以菩萨告诉我们 要诸法无我 诸行无常 你要懂得这些道理 你不要再去支持 世界上很多那些 你本来就得不到的东西 而且是虚妄的东西 就是别人伤害你了 你去报复它 你只会反弹给自己 更多的痛苦和磨难 让自己在红尘当中 在烦恼的滚烫的油间当中 再一次再一次的 伤害你的心 所以要懂得 虚妄不实的物质 那就是对已经发生过的事情 我们不要去采取任何的 罪意啊 难舍呀 称恨啊 嫉妒啊 放不下呀 菩萨就是叫我们解脱呀 对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你为什么要提早去担忧 给自己带来很多的苦恼 给自己带来很多的烦恼和忧愁 所以学博学到后来 我们要运用自己的智慧 本性当中的地球意识的智慧 去改善那些可以改善的事物 这件事情还能改善 我们就尽力去把它改善 对改善不了和已经发生的事物 要学会 勇敢的 用禅定去面对它 定住自己 已经发生了 已经这样了 我不想再去纠缠 我不想再为这件事情 给自己制造更多的烦恼 这就是师父告诉你们的 现代的人为人制造 别人骂你一句 回到家里想不通 他骂你的一句话 你回家可以拿这句话 来想一百次 来伤害自己一百次 这就是愚痴 所以菩萨叫我们要懂得 坦然的接受一些现实 没有丝毫的对人间的 任何事物的喜怒哀乐 没有激动 不要任何事情产生激动的行为和思维 面对外援 给你任何的刺激 你都要鲁鲁不动 你这样 你就会不添加自己的烦恼 因为这一切 你一定要记住 都会过去 烦恼会过去 发喜也会过去 因为任何人去纠结着人间的欢喜 烦恼他只会解脱无望 平添自己在人间更多的苦痛 所以我们要面对外援 就是外面对你的刺激 自己好好的用禅定 不起苦恼 就慢慢的不去快快的反应 对任何件事情 不要马上去 人家骂你一句了 马上骂回他 人家对你好了 哎呦 马上回报他 人家对你怎么样了 马上就这样 你不要吧 你要鲁鲁不动啊 因为这些事情 很快都会过去啊 你只要想好了 我应该一步两步怎么做 你就产生了智慧了 所以这个在佛法界 就称为心舍觉知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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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